我们现在在听的是《神汪第一线》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大家看看订阅状况 帮面这部正向部浪费冷气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也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这是靠大家的帮忙 多谢大家的支持 喏 Monica雷就说垃圾经费真的很烦 其实这些是一定会烦的 Freder Wong就说最重要是收钱分什么类 不要紧要了,这些是要这样的 Cindy Law就说政府呼吁提倡举报 其实有些事情,如果真的这样做 小店都照样去举报,那些小店就死定了 其实就没得做了 道义就说放心一定有议员去捉小店 这个我也害怕 香港伟文就说现在大型快餐 大型快餐已经有部份没有交刀差派了 外卖都转用木则差 查理英就说海南岛免税区已经准备了放弃香港了 其实又不是的 其实香港自己有责任的 其实港人自港,高度自治 一直都是 特区政府自己做得不好 国家才要两手准备 有些事情我认为是特区政府应该做好的 而特区政府是没有做好的 因为那个定位是十四五规划规划了 如果你十四五规划规划了 你做不到 就是港人自港的问题 你不可以赖到中央那里 有些事情一定要说清楚 就是你做八大中心 如果你要做八大中心里面的国际航空疏楼 你一定要有很多游客来这里才行 国际航空疏楼 有一件事就是 你那个地方 本身要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 可以令到人在那里停一段时间 香港其实是有地理位置的优势 不是没有地理位置的优势 不过现在当然 这个地理位置的优势 就被那些可以飞得很远的飞机 取代了 就是变成了 比较多人是点对点地飞的 现在是 很少会中途转机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代表香港完全不能搞呢? 我就告诉大家不是 其实香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吸引一些 就是吸引多一些人来 其实国泰现在他不断在想方法做 就是他们的Facebook 不断推广香港这个地方 就是作为一个中转站也好 作为一个destination 就是一个可以去的旅游地方也好 就是国泰是不断地做的 但是国泰为什么他做 当然是为了自己的生意去做 国泰严格来说 他们的生意其实已经好了很多 就是我的看法 他们的生意已经好了很多 还有他们现在 就是国泰他也有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他是吸引那些比较高级的游客 其实就是 尤其是 尤其是 坐商务客位 坐头等那些人 他是做多些这一类型的推广的 其实 没有错的 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要做的 你是要吸引多些人 但是 现在当然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就是 那些很有钱的人 除了 就是 俄罗斯的人 俄罗斯有钱人是来多了香港 就是我理解 但是其他地方有钱人 是不是有来香港呢 不是没有 我理解就是 但是比之前少 我看新闻 就说香港会有team lab的景点 team lab的景点就是那些穷光弹 租了一些就说挺好的 team lab在日本的墙很漂亮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 team lab是做烂了一个名字 这个 为什么会被人叫做穷光弹呢? 又有原因 其实team lab 这个又讲一下香港旅游业的问题 team lab 其实 它是做烂了的 这个是根据一个业内的盲友告诉我 其实他早几天已经发了微信给我的 他说team lab就是他们那些人 根本是一早就乱搞的 其实team lab是 因为team lab在大陆 2017、2018年的时候 是弄坏了自己的品牌的 那时候就趁大陆的经济好 就四维地推卖 那么有一家上海local公司 之前帮他们做 已经做得比他们漂亮了 其实是 你说年年 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 在六本目看到的光影show 就是team lab做的 你说多不多人打卡 其实现在已经少了 其实问题就是 所以为什么 这些人 就会笑这个是穷光弹呢? 就是因为 整件事不是很妥的 这些是 问题就是在这里 CM James Ho 说 CX 大陆飞香港机票很便宜 以前就是国行那些更便宜的 国行、南行那些 是便宜得不得了 以及东行也是便宜得不得了 但是现在他们 我看到的事情 我说 他们去外国的机票也很便宜 现在国内是 国内基本上就是 他们东行 南行 以及国行 都在抢国泰的客人 其实是 香港要 没办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 香港做便宜 其实 一定不够别人做的 香港做便宜 不够别人做的时候 你要做漂亮的事情 举个例子 为什么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我那个朋友 其实他很严谨的 他不是没有钱 他是有钱 他是捨得花钱的人 那捨得花钱的人 其实是什么人呢? 你要理解 就是捨得花钱的人 很多就是 他们觉得 他们花钱得到的东西 是要有价值的 是要有价值的 即是如果 那些餐厅 进去 又限时限刻的那些 那些人 是不愿意在那些地方花钱的 有很多 就是花得起钱的人 又不愿意去那些地方花钱 为什么呢? 如果觉得你限时限刻 你都收了这么多钱 为什么要限时限刻 其实有些事情是很討厭的 好了 那 安德克雷就说 日本的team lab 是很漂亮的 但是 他们在国内也在国内 臭了一个肚子 所以这次 这些穷光蛋 有些人已经觉得 被人找了笨7 其实就是 哈哈 那 Francberg就说 不要说国航 連ANA非东京都便宜香港四成 是会这样的 是会这样的 喏 现在当然 现在你要吸引一些游客 是花得起钱的 要来香港的 其实是有难度的 不是这么容易的 当然 你说 那没所谓 我们照样做大陆客 又做有钱客 也没问题的 没有冲突 是没有冲突的 但是大家卖的东西就不同了 大家卖的东西就不同了 QC就说 疫情后 便宜机票没有了 南韩经济倉 广州到美国 变得非常贵了很多 你看看东韩转机 去广州 就很便宜 只要转一转机 就便宜很多了 QC 你可以看看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国航在北京转机再到广州 即是去美国去北京 然后转一转再到广州 又是便宜很多的 现在是 现在便宜很多 你可以留意一下 香港艺民就说 生意就是生意 互相竞争是正常的 香港有一班蠢议员 在议会那里谈政府 为什么要救国泰 多了不救国泰 今天香港会更差 今天香港是死硬的 哈哈哈 你要做国际航空疏纽 不是这么容易的 凭空打做一个出来是很难的 最成功的例子就叫做杜拜 杜拜就是凭空打出来 杜拜以前有一段时间 也有很多飞机要经杜拜 因为那些飞机航程的问题 以前是要停杜拜的 但是呢 有些事情是改变了 他的科技改变了 令很多飞机都不停杜拜 但是杜拜 为什么他可以打出来呢? 他们是用了一个很厉害的方法 就是 他变成了一个全世界的枢楼 全世界的人都觉得杜拜是可以去的地方 那么你怎么打造一个地方是这样的 当然一定要有钱 你没有钱 怎么打造一个这样的地方出来 我不是说打造不了 你都可以打造得到的 其实 现实就是你要打造一样东西 你不是说一定要有钱才能打造得到 但是香港 有些人就说香港没有钱 其实香港又不是没有钱 我也说 你弄的那些穷光弹也有五千多万 怎么会没有钱呢? 那 JoJo Lee 说 Team Lab 在韩国失败了 在乐天世界 因为乐天世界也很旧了 现在韩国最棒的那间 就是Arty Museum 三个墙 但地点很远 我都没去过看 其实 这是直播节目 所以有些网友留言 我会读出来的 现在实际情况 就是香港 如果要做 要吸引多些 有钱的人 来香港 其实 基本上 国泰也好 政府也好 女法局也好 还有其他 区议员也好 你一定要一起协力去做这件事 不是各自为政 现在看到一件很明显的事情 就是国泰自己搞自己 女法局自己搞自己 接着 区议会那些也是自己搞自己 你根本没有一套整套的东西 是统筹的 因为真的不觉得 如果有的话 就统筹失败 我认为是 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 现在有一个M品牌 就可以统筹到一些大型的东西 接着就可以吸引到 一些有钱的人来 那又不是真的吸引到很多 这个问题 那 Ritterhall就说 杜拜真的值得去 其实杜拜可以 现在 其实香港正在竞争的 航空书楼有两个 主要 一个就是杜拜 杜拜 杜拜 你很难贏 另外一个是新加坡 新加坡 你又不是贏不了的 要赢新加坡 你也可以有办法 但是 其实 你要自己想到一些 其实有些东西 你要抄功课也可以 说真的 人家杜拜做了些什么 你就抄一些可以做得到的 新加坡 你不要恶行恶相 那些官员 整天出来说国安 这个事情 新加坡已经没有做很久了 新加坡 他们恶行恶相 说国安 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现在 特区政府正在做的事情 很多都是人家 几十年前 已经不适合时代 人家做的事情 他就做回 人家当然觉得不妥 是吧 Monica的女儿就说 杜拜有无限金钱 就打造旅游 当然他们有钱 但是他们的钱 都不是无限的 其实就是 现在 有些功课可以抄 就照抄人 其实有多难 你抄功课而已 你就看别人做了些功课 就是研究一下 我不是说一定要学别人 但是 你现在没办法 为什么说现在没办法 你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想抄功课的对象 全部都是中国大陆 我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做 如果你抄中国大陆的话 你只会把自己 变成另外一个中国大陆城市 你就完全没有吸引力 我说 为什么搞穷光弹那些 其实有些人提出来 因为在国内也做过 那些烟火 无人机那些 就在国内做过 他就把国内那套 搬到香港 没有吸引力的 我也再说一次 你跟国内做有鬼吸引力吗 对不对 你要抄功课 一旦就抄杜拜 一旦就抄新加坡 再不是就抄 好像我们这里 令到别人奔志于归 有系统地做到别人奔志于归 怎么做的呢 做到别人奔志于归 就是比如你做一些活动 有些公司在香港搞一些活动 我不知道香港其实有没有办法做得到 你不可以劳有客 一定要预先订那些tour 我们有网友都是做类似的 预先订定一些tour 每个人做这些tour operator 他就一定要有交代才行的 比如 游招带几个客人 游招带到晚到处去 然后 就 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做一个朋友 你做了朋友之后 有些人就会常常来香港 你常常带他们到处去 有些是这样的 其实在疫情期间 有很多本来做tour行业 尤其是做西方游客的tour 因为这个行业的人是转了行 本来想着疫情之后 他们的生意会回来的 其实一直在香港 也有人带外国到处去的 但是那些人是没有办法 做一个行业的 其实现在是不够做的 Rita UMM就说 新加坡很热的地方 又小又门 但是别人做了那些事情 其实有些事情都可以参考 我不是说要开赌场 但是 他们搞展览 那些 其实 有些是搞得比香港 现在 我根据一些去过展览的朋友 去讲给我听的 香港现在有些事情是越做越脱落 其实就是 现在 当然 现在 当然 有得搞的 不是说没得搞的 那 政棍分裂员就说 搞垃圾征费就是败不知处 只会加强搞死本地经济浪费 这么说 那些旅客 你就 有得他 他也是在酒店扔的 垃圾 就是垃圾征费那些 你也是有得他在酒店房那里扔的 这些是没有办法的 Joy Lee 我在说他在韩国做的生意 其实香港一向都有人做这个行业 我们有网友也是做这个行业 但我想他的生意到现在都很差 没办法做回 疫情前做的行业 为什么 因为整个社会真的吸不到西方游客 吸不到西方游客 也吸引不到内地高端的客户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 我认为香港服务业也是有问题的 有些店当然是店大欺客 这些是一定有的 还有真正好的地点 好的店铺 不是没有的 其实有些网友也报了 我看到也很棒 其实他们去餐厅吃饭 由底 那些饭又漂亮 但是他们就不会在网上做宣传的 又不是那些网红店来的 看起来真的很棒 看起来 不过有些人觉得 这些是隐世吃饭才好 要留一点 有隐世的事情不是有问题 但你始终都要宣传出去 譬如我也说 你听节目的 你帮忙宣传出去 是要这样的 人和人之间的连结去宣传出去 不然是怎么办 这些新闻说 国泰不够员工 他们是不够员工的 机师那些是不够的 机师那些是不够的 之前是取消航班的 所以我就说 有些东西根本 你还是要处理了那些问题 本来有些在国泰做的人 都没有回去国泰做 这就是现实 疫情期间有很多东西改变了 尤其是西人的机师 疫情期间 辞职就没有再回国泰了 你说他能不能够抢人回去 其实现在是困难的 有些事情我觉得现在是困难的 尤其是 你没有派定心院出来 到现在 你立了23条之后 基本上没有派定心院 说一切都是做生意照上 没有这么说的 现在很惨的一件事就是这样 瓜瓜就说对外感觉是松了 对内就很严格 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很严格 手心很严重 个人认为 其实国内的情况就是 其实国内很多法律 根本不是针对外国人的 现实就是 其实现在外国人开始看得明白 国内的情况 国内的法律 是管理中国人的 很多人看得明白这件事 很多西人都看得明白 尤其是法律 根本是管理党员 干部 尤其是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 根本是 一般人都接触不到那些东西 在中国大陆 你根本就是管理国内的人 这次香港的法律 他就是在这个旅游行业做的人 他就说现在的情况是 西方游客市场是全面依赖了 如果游轮带客去香港 没有游轮来就没有什么客 外国人 可能因为游轮会停香港这一站 才来香港 不是就不选择去香港了 所以有些事情 国泰去做的 比如国泰现在 他们推一样东西 就是 他们的 应该是first class lounge 就是那些 食物会很棒的 有些很棒的食物 就是 the peer first 就是 所谓的人叫做 diamond 就是frequent flyer 就可以去the peer first 那里吃东西 问题就是 这个不是不行的 但是 可能国泰也忘记了一件事 就是 鑽狗很多人跌下来 鑽石级的人跌下来 疫情以后 根本没有那么多工干 我举个例子 我疫情之前 我也是鑽狗的一部分 我也是鑽狗 但是 现在我最低级都不是 因为我没有坐飞机 所以 所以 你 推广这些东西 都没有用的 因为 实际上 那些人 有部分的人 我不是说全部 尤其是 就是 有可能 做生意的小生意人 现在他们是坐少了很多飞机的 其实 那 Raymond 又是哪个余丽莎 现在还没说 我会说 所以 有些定位 要设定好 然后 做好 市场定位 有不同的层面 你照顾不同的客户 这些要做好 接着 有一个策略 就是 你如何针对特定的目标客户去做 现在女法局都没有做这些事情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 女法局是没有清楚做好这些事情 因为你去女法局的网站那里看 你就会知道 他根本没有想过 很多事情都 你说 你这样踩女法局 其实 不是第一天的了 就是他们 那些人 高身无能 不是第一天的事情 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样说 我这样不是要 不是要 说他们 完全是废话 不过 他搞的事情实在太 老肚了 真是老实说 还没说余丽莎 还没说余丽莎 各位 这个节目 十分钟之后 就会开始说余丽莎 那件事情 CM James Ho 说 夜缤分 似乎抄之薄的消敲场 上次香港机场和理非玩残游客 还哪有人敢来 其实和理非那件事 我那时候已经说了 因为我那时候有回来香港 他们是搞乱当的 他们是搞乱当的 但是真正伤香港的 都不是那件事 那件事伤香港的 只是一边一巴 你本来要服尚 都不是很难的 但是现在有另一只手 就打了另一巴 就打下去 余丽莎这个人 我为什么会说他呢 这个人是一个奇人 XLing就说 高铁的优惠 摆明玩死香港 那又不可以这么说 那又不可以这么说 我的看法就是 现在香港可以吸引外地的游客 到现在都 不过你要做好一些 不可以只是说盛事 那些 那些 就是什么热点及盛事 醉人歌舞 深夜血拼 那些 很老土 所以sorry 真的sorry 因为 深夜血拼的情况 我又再说一次 那些人 你去到苗街的时候 其实看到很多东西都是淘宝货 到现在都是卖淘宝货的 我上次在香港我也有走过 走过附近 不要说走过那里 其实 很多店铺买的都是淘宝货 你上网买都可以 有些特色东西 其实现实就是这样 算了 我说到这里 那滴丁就说泰国也很多次佔领机场 现在就一样没事 是啊 没错 现在把所有问题 归咎在那些黄友身上 是突显了那些从政的人的无能 为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一次 人家泰国也可以很乱 那些红三军 黄三军 那些 接着现在就照样做生意 为什么可以这样 不只是因为它便宜 而是因为它就告诉别人 我们现在是做生意 打开门口做生意 它用了很大的力量去宣传 他们打开门口做生意 香港也没有做这一件事 到现在也 好了 那 Easy Hong Kong Paratour 就说 近期是旺些 所以听不到直播 但是本人的蚊型销售 数据显示成功转化率 就是将咨询的变成真客人 1月是50% 2月只有20% 到3月只有9% 5月之后没有什么客人 又可以天天听神芒直播 Easy Hong Kong Paratour 我不是想你没有生意做 我也想你有生意做 我不想你搞到 没有生意做 我只是做这个神芒直播 说出香港的问题 不是想香港死 而是想特区政府做一些事情 去处理这件事 尤其是旅发局 根本没有清晰的market segmentation 究竟 每一个层面的客人 是怎么去推卖给他们 其实是没有的 Rafi Zhang也要多谢你的支持 CM James O 就说妙街到处买冰户 如果是做这些 就真的有问题 如果是到处买冰户 这些真的有问题 这些是 对不起我 真的不好意思 sorry 以此Hong Kong Paratour 他就说 旅发局是帮不了手的 只能自力更新 但是别人做旅游发展的地方 他们一定会统筹一些 campaign 在海外卖 而旅发局看到 不是很妥 他们到现在还是做HELLO Hong Kong 他改了一个branding 但是他也叫HELLO 就是HELLO CHILL 就是你不行的 不要用这么老土的说法 就是HELLO CHILL HELLO强 HELLO CHILL 是没有用的 其实你是吸不到客人的 好了 算了 我说到这里 也要多谢Sam CWS的支持 我忘了有没有多谢你了 非常多谢你 休息一会 回来就说余麗莎的事情 休息一会 我说余麦莎的事情 是有这么多的是 我希望你能把那给你 是什么 出品的事情 她最后 你antin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